欢迎收看国外大赢家 我是范依华 今天家庭结束小涨 小涨的30点 9122点 现在呢 到底在指数的部分 怎么来操作 看到今天开高 觉得还蛮开心的 可是呢 没有过一段时间 马上开始往下掉 很多个股也是这样子 都是开高走低 甚至还杀尾盘 最后面是翻黑的一个格子 在这个指数的部分呢 我们怎么样进步来操作呢 如果在做期货的投资人 应该会蛮头痛的 最近来说的话 这行情到底有往上看 还是往下看 我们赶快邀请到的是 这个就像头顾的 曾分音师苏威元 威元你好 依华你好 各位投资人大家午安 好威元 今天这开高啊 慢慢的震荡走低了 这投资人应该会觉得说 不是要选举了 你看前两天这样一直涨 一直涨 对不对 上个礼拜的话 两根这样长长红棒 今天来说的话 为什么会这样子 为什么开高走低 这会不会变常态 明天的话又要怎么来 对我想大家 这个是大家心中的疑惑 对 真的今天怎么这样 对不是大利多吗 不是央行降息吗 中国大陆央行降息吗 是 大利多啊 礼拜五就知道了 每股 又大涨 对上礼拜五 每股也涨快100点 是 今天大家预期应该都要大涨 可是今天大家发觉到一件事情 开高走低 涨不动 对怎么会怎么会这个样子 所以其实今天 威元老师要教大家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如何在高档千万不要追 真的 你今天高档去追 全部通通都是套牢嘛 对 就跟上个礼拜五一样啊 上个礼拜五稍微回撤 你去杀低 或者是砍在地板上的 或者是空在地板上的 全部也是被逃速了 那就大家觉得说 最近的盘就拍走耶 对不对 那个行情变化波动非常大 可是我教大家 今天这个方法 你把它带回去 我把你教会之后 你就觉得说原来 今天我不会去追高 今天大家就学这件事情就好了 高档不要去追 我在重复一次很重要 高档不要去追 说 威元老师真的吗 对不对 不是光说不练嘛 对我们要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为什么我们今天 会这样子跟大家讲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行情 还是要复习一下 我们请摄影师看一下 今天电视的一个画面 好 今天的一个行情是原则上是开高 拉上去又往下杀 对刚刚依华有提到 先右再抬 大家觉得很奇怪吗 最高在9170 最低在9109 高低差相差61点 所以今天的重点 就是这一块 往上拉抬的过程当中 你千万不要追 我再讲一次 今天往扫盘 往上拉抬的过程当中 千万不要追 说威元老师 你又讲到我心中的痛 我今天就是买在最高点 对啊 美国大涨 我以为他会大涨 对真的 刚才我们节目开始之前 就跟依华稍来聊一下 今天很多投资朋友 就想说应该要大涨 我们这个台股应该来救 应该没有问题 白点应该OK吧 应该会像上礼拜三 礼拜四这样子强涨 可是今天没有 开高走低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其实我们平常内容 我已经跟大家讲很清楚 我教大家一下 比如说开高走低的行情 你要怎么去判断 来 我们请深夜市看一下 这个手板的一个部分 如果你遇到开高走低的行情 这样应该没有反光 尽量不要反光 好 谢谢 开高走低的一个行情 怎么去做一个判断呢 其实它大部分都是因为什么 受到美股的大涨 或是当天有重大利多的消息 使得指数开高 好 投票 没有 这两个重点 你不觉得很像 跟你好像 第一个美股有没有大涨 有 第二个有没有重大利多 有 那今天有没有涨 没有 好奇怪哦 对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 你就是说 你就知道说平常 温文老师教大家的东西 你会觉得很受用 真的很有用 我跟大家讲 来 我们再回到手板 我们再看一次 所以我们跟大家说什么 受到美股大涨 有大涨 涨快百点 当天有重大利多 有 中国央行降息 有重大利多 使得指数开高 有 好像完全照我们剧本在走 使得指数开高 但是却有 强大的获利了结 卖牙 使得容易在什么 开盘之后 出现下沙 通常在习惑开盘多久 一个小时左右 会发生下沙 那怎么运用指标来掌握 叫做高档乖离 加上大户做空 开高 开高走地 好 那我举个例子 之前的航行 有类似的跟 类似的状况 跟今天很像 来 我这个是举例 好 我们再回到这个手板的部分 好 某一个航行 它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走势 这个是高档乖离 蓝色三角形 然后往下压 大户在做空 大户在做空 所以它会出现 开高 走低的航行 好 那大家已经有点共识 你只要看到高档乖离 看到大户在放空 你就要小心了 今天有没有出现 今天有没有出现来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 今天我只要教会大家这件事情 你可以避开 我说真的 今天早上没有做都没有关系 早上还是有一点点利润 往上冲 没有做都没有关系 可是你一定要避开 千万不能追 我问老师真的 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视画面 你看哦 今天通过工序画面 你就会非常的清楚 早盘有一个加码多的讯号 在哪里呢 9135 这边有一个加码多讯号 往上冲之后 冲到9156 好 我先跟大家教学一下 看到我们工具的讯号画面 怎么掌握这个非常的一个重要 来 我们请这个摄影师回到这个手办的部分 然后你看哦 红色的星星 代表什么呢 加码多多 多方的一个加码 也就是说 今天的开盘 如果你想要操作的 你可以偏多思考 早上先偏多思考 开盘的时候 先偏多思考 那有没有往上涨呢 来 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 好 你就看到这个地方 加码多在哪里呢 9135 这个有一个红色的星星 我们请一华帮我们确认一下 五嘛 有 一颗红星星 好 那就开始往上涨 往上涨到这个地方 看到了高档国外联讯号 在9156 那当然你可以把它获利 做一个调节动作 什么叫高档国外联讯号 我们再复习一次 我相信 其实我们国外答案家的这个 每天都有新的观众朋友 跟投资朋友来收看 那我们都会固定 教会大家这些东西 你把它学会去 你把它学回去 对于你以后的操作 真的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来 我们再回到手板 好 这个讯号叫做高档国外联讯号 请你多方减码 多方减码讯号 好 你就知道 当指数往上冲高的时候 看到这个讯号 可不可以追 不行了 对 一会儿一会儿也很清楚 这样是不是很简单 对啊 好很简单 来我们再回到电视画面 谢谢你看 所以从你看到这个地方 你这边可以偏多没有关系 早上你可以偏多 可是往上冲之后 来到高档国外 这边你千万不要再追了 为什么后面跌了四十几点 开高走低 往下做个押回 为什么因为大户都在做空 而且呢 我们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其实我们每一天都会给我们客户重要的一个资料 来我们跟大家复习一下 好 我们请设计师回到手板 好 这个部分 这个是上个礼拜五 一百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一号星期五 给大家的一个资料 我们这个日期情一划帮我们看一下 十一月二十一号嘛 对没有错 好 我们稍微往下带一下 重点在哪里 下周一的 就今天嘛 下周一开盘的重点在于 如果人是开高 出现了加码多讯号 行情就有再上涨的可能 好朋友 重点来哦 我们再看一次哦 非常重要 出现什么讯号呢 加码多讯号 好 加码多讯号是什么 来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很清楚 好 我们再回到这个手板 你看哦 是不是像这个 红色星星 所以你今天早上 你今天早上要偏多OK 可是往上涨的时候 千万不要再做多 啊 真的呢 就很多头发今天都套在高点 真的很可惜 来 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 好 你看哦 就像这边 出现了一个什么 红色的星星 这边你要偏多思考 往上涨 当你看到高档瓜里 跟大户在做空 好 我们稍微往下带一下 这边 这边都是绿色的嘛 对 那代表什么 大户在做空嘛 嗯 很清楚 所以你看今天原则上都是空方在控盘 这边就往下跌了四十一点 先涨二十一点 再往下跌四十一点 所以投票 你觉得说今天今天拌 早就知道我不要要在高点 对 早知道我今天就不要追在最高点 九一六零以上 千万不能再追多单 那你说 问老师真的 我们真的满有感觉 那我举一个例子 其实我这样子讲 其实每一天的这个期货当中的行情 就好像在看电影一样 为什么 来我考考大家 每一天的期货交易时间有多久 从八点四十五到一点四十五 多久 几个小时 投票你想想 五张金嘛 易华果然是专业的主播 对不对 不用 连想都不用想 对 连信用都不用想有三五点金 那投票你可能突然要思考一下 要算一下 对对对 五个小时 好 所以我跟大家讲 你要看这个 其实每一天的期货的行情 你就觉得好像在看一场电影 什么意思 来 我们回到这个手板 我打一个比方 你就会了解 吴文老师想跟大家讲 期货市场 每天就像看一场电影 好像很精彩嘛 今天有很多的利多啊 非常的精彩 每天就像看一场电影 但是你遇到一个状况 结束的时候 请你不要留恋 你要期待明天的电影 什么时候 叫做结束 今天往上拉到最高点的时候就结束 对不对 你就想说 啊 还电影应该还要继续演 你就继续坐在那里 那你就 你就等着看他掉下 对不对 对 所以我给大家这个比方 我们再看一次 我们再回到手板 对 当电影已经结束了 今天已经拉高了 请你千万不要再坐在坐在里面 你要赶快出场 你要赶快离场 甚至是反手放空 你千万不要再坐在这里 你要期待的是什么 明天的电影 对 所以每一天的行情 那电影就是这样嘛 有这个喜剧片 有恐怖片 有酸甜苦辣 那就跟期货一样 有涨 有跌 有盘繩 有转折 都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今天来到相对高点的时候 千万不要再追了 你说我老师真的 我这样子讲 你就会了解 所以我再跟大家重复一次 其实我跟大家讲的这个方式都很简单 你听一次就会了 其实真的还蛮简单 我们再看一次 开高走低的行情 你一定要想办法避开 你一定要想办法避开 来我们再请盛言师回到手板 这个是给我们这个大家看的重要的一个资讯 对 开高走低 大部分都是因为什么原因 每股大涨 或是当天有重大利多 都有喔 有重大利多啊 中国央行降息 每股大涨 可是现货开盘之后 9点钟开盘 却有强力的卖压出现 那你要什么掌握 高档瓜里加上大户做空 好投票 那就很简单 你看到今天的一个行情 你就是要怎么走 我来我们给大家复习一下 高档瓜里的讯号 其实你看就会非常的一个清楚 我来跟大家讲一下 好 我们先回到这个电视的画面 我们来看一下 高档瓜里的讯号 我们请盛言师把它拉近一点 这边 好谢谢 有一个蓝色的三角形 对不对 这边出现了一个9156这边出现 你一定要特别小心 千万不要再做一个追高了 好我们再往下带一下 下面的一个大户全部 我们再往下一点 谢谢 大户都在做空 所以代表什么 今天这一代 全部都不能再做多了 你就会知道说 原来是这个样子 原来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跟大家讲 一样 我们会有看到重要的东西 都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来 我们回到这个手板的位置 好 我们跟大家讲什么 今天的早上 八点多的时候 跟大家说什么 你要偏空思考 真的你要偏空思考 因为很容易会开高走地 为什么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 很重要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来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手板 好你看 今天我们会给我们客户的工具的教学 今天早上的一个什么 八点五十分的时候 跟大家说什么 拉高不可以追价 请你看清楚 拉高不能追价 因为出现什么 高涨过来跟大户做空 会有开高走低的可能 我还打一个星星 打一个星星 大户在做空 请你不要追 开高走低 从9160跌到9109下跌了五十一点 今天不能追的关键 就在于这个地方 你就知道说 原来是这个样子 一会儿这样很简单 对啊 你一看就知道了 这个地方 早上就不能追 你今天把这件事情 你把它学回去 就很棒 所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好我们跟大家讲 时间不能重来 时间不会重来 行情你要把握 对你可能在想 今天 我不要把他最高点 我甚至是什么 偏空思考 你会说原来这样子真的可以 可是时间过去就过去了 我们要看什么 未来 接下来的行情变化很多 还有什么摩台结算啊 然后还有很多的一个 关键的转折 都会在这个礼拜出现 所以我们一样会跟大家讲 今天既然如此 那当然要偏空思考嘛 来我们再回到这个 手把的部分 所以我们会跟大家说什么 今天的 9点13分 一样跟大家说什么 请你偏空思考 9140 从9140跌到9114 再下跌了26点 那一样既然方向看对 就要积极的进场 9134再多一笔 从9134跌到914下跌了20点 所以你看哦 我要跟大家强调重点 今天 9160以上 请你千万不要追 一追立刻就套牢 投票就好像心有戏气焰 对应该放空 对应该放空 你看这边应该要空 空三笔对 往下跌 对投票这个才是重点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今天的一个行情 有时候说原来透过工序 跟温老师讲的东西 我觉得有一个 这个这个资料 非常的重要 我们再看一次 真的非常的重要 好我们再回到首版 谢谢 这边我觉得这个真的价值连程 我们今天早上 就赶快跟大家讲 拉高请你不要追 千万不能追 会开高走低 从9160下跌到哪里 9109下跌了51点 所以你今天反而应该 偏空思考 就像这样子 对不对 就像这样子 你今天应该要偏空思考 这边都是应该偏空思考 高档 不要追 反而是要什么 偏空思考 9160以上千万不要 做一个追加的动作 所以呢 今天三笔的部分 合计还是 做一个获利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 你看喔 我刚才上面 写了两个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写什么 认真 对 眼睛眼睛非常好 为什么我要写认真 你要说 温老师 那为什么你要写认真 我跟大家讲 来我们再回到首版 你看喔 认真 为什么 时间是什么时候 一点三十五 一点快要收盘 一点三十五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 都在关心航行 真的我们真的希望 能够帮助投资朋友 这段时间 期货的一个市场 操作要能够获利 就是希望透过我们的工具 来帮助大家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你真的不要想太多 好我们回到首版 所以我们跟大家说 成功的人 在逆境当中看到的是希望 成功的人 在逆境当中看到的是希望 你会觉得说 最近的航行 有很難走 到底有算起航行吗 对不对 剩那几天 对 刚才易华在问我嘛 对啊 到底有没有选举航行 我跟大家讲 你不要想太多 为什么 现在大家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知道要偏多 偏多 因为选举航行 历史资料统计 选举权比较会涨 对 大家可能都看媒体都知道 历史资料统计 选举权比较会涨 可是你现在又怕一件事情 万一我买跌了 怎么办 就跟今天一样啊 你今天想说 往上冲到9160 应该透透了 应该没有问题 就跳进去 结果又跌下来 所以我刚才举那个例子 什么 电影 结束的时候 请你不要留恋 来我们再回到首版 好 电影结束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 还是坐在这个位置上 千万不要 对不对 你要什么 趕快离场 期待明天的电影 每一天 都会有新的电影 就跟每一天有新的行情一样 所以今天不顺利 没关系 明天 都有机会 而且你说啊 我怕买的会跌 对这个是 我们其实最近 遇到很多手朋友 遇到问题都是这个 真的啊 我真的很怕会跌 那怎么办 工具会告诉你 当讯号变换的时候 当讯号请你偏空思考的时候 你就知道 所以你要不要害怕 不用嘛 也不用去预测行情 不需要 你就知道原来行情 可以这样子做操作 所以我们来比较一下 你透过工具画面 跟一般的K线 你就知道说 原来今天哪边 你要偏多 涨上去的时候 你不要再嘴 真的吗 来 我们请设计师回到这个电视画面 好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左边是我们工具画面 右边是一般的K线 来 我们这边请设计师 把它拉近一点 头部 你看喔 你看这一般的K线 你真的知道哪边会涨 哪边会跌吗 应该很难看出来 以后应该没有错 看不出来 你怎么知道这边会涨 这边会跌 这边震荡又跌 你完全看不出来 可是呢 来我们带到左边 你看喔 你看我们工具画面 这边有一个 红星星星加码偏多 你就知道 这边我可以偏多 往上涨 来到9156相对高涨的时候 这边出现一个高涨过来提醒你 你要注意喔 你看又往下 下跌了41点 这边上涨了21点 这边又下跌了41点 所以你把它加起来喔 63点 62点 62点 你又知道说 原来行情 今天的波动不是很大 69点的高低差 你透过工具 还是有60几点的价差 可以做一个来创造 所以 我们才跟大家讲 每一天运用工具来做一个操作 你真的就不要想太多了 来我们再回到这个手板的部分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这么简单的东西 您为什么不用呢 这么简单的东西 您为什么不使用呢 诶 有没有很简单 我们再看一次喔 来我们再请视频室回到 电视的画面 你看这样是不是很简单 这边请你偏多思考 加码多讯号 冲上去高涨过来 你就不要再做多 甚至 可以跟我们今天一样 反手 偏空思考 往下 又下跌了41点 那一样啊 除了这个今天的行情 你看上个礼拜五 我们复习一下 上个礼拜五 很多投资朋友 就是去什么 杀滴 真的我今天就教大家 上个礼拜我教大家 不要杀滴 说问老师为什么 对我教大家 我说请你不要杀滴 来我们给 我们给大家复习一下 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 谢谢 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说什么 这边往下跌 千万不要杀滴 为什么 杀滴又反弹 杀滴又反弹 为什么 因为大户 通通都在做多嘛 诶真的呢 偏红色的 今天大户都在放通喔 所以今天拉高你不要买 喂 喂老师我知道 这样我会 很简单我会 所以一样嘛 我们会跟大家讲 其实上个礼拜我们也是不断跟大家提醒 鸭尾 你千万不要空 千万不要杀滴 诶有吗 来我们回到这个手板部分 好所以我们这个是上个礼拜 11月21号 我们跟大家说什么 今天航行偏多的机会比较高 不杀滴 就是赢家 为什么 上个礼拜你在这边往下跌 杀滴的 全部都是什么 你就觉得很乱 真的啊 往下跌 然后你砍在最低点 反弹30点 往下跌 你又砍在最低点 又反弹了20点 可是呢 你有工序的画面 你就不会再发生一样的事情 而且你看喔 透过工序的画面 每一天航行 就知道说 什么地方 是低档 什么地方 是高档 非常的一个重要 来 我们再回到这个电视画面 好你看喔 这个是上个礼拜四 开盘这边有请你偏多思考 对不对 来我们请圣经师拉近 好 谢谢喔 你看喔 开盘有个什么 红色的一个 星星 请你偏多思考 在9031 往上涨 来到这边高档瓜里的讯号 好我们再往上带一下下 这边有高档瓜里 对不对 这边上涨多少点 好 我们带全画面 51点喔 你就会发现到说 欸 原来透过工具的画面 你就会非常的一个清楚 来 这个是上个礼拜三 买进的讯号出现了 加码多的讯号 也出现了 就会什么 往上做一个攻击的动作 那你看到这边上涨57点 这边上涨了69点 所以我们才跟大家分享 透过工具画面 真的不用想太多 我们跟大家讲 如果这不是你要的 那什么才是您要的呢 这么简单 您为什么不要呢 我们的工具真的 非常简单 一定要一起来 运用来操作什么 接下来的行情 所以我们跟大家分享 您还犹豫什么 您跟着工具就对了 这个是您全新的开始 抛开过去吧 如果您对我们工具有兴趣的 欢迎您来做一个洽询 好稍后还会更多的指数 进一步的剖析 而且今天来说 在这个期限货的部分 也有出现一些筹码上的变化 怎么解读呢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时间不重来行情要把握 趋势精英决策系统 掌握关键获利点 简单明确好上手 02 2506 6808 02 2506 6808 没关系 喂 阿商 喂 阿嬷 你去旁边叫爸爸妈妈 等会四票 这票这签 今年民凌选举 他也要买票 你跟阿公不要让他买去 这种钱 你又是在套回去 这种人不贪助他 我不能让他赚钱 我现在打工赚钱 这两千我给阿公阿嬷 冬天到了 好想用暖气哦 大丈夫 现在买大惊冷暖变频空调 现买现扣最高两千元 单冷冷暖同价温暖你的心 夏天舒适 趁现在 红衣极棒大惊 咳嗽 stop 止咳之王 咳王 不在懂 麦当劳心饗宴 麻 在身体瞬间爆发 辣在嘴里立即燃烧 红椒鲜香的麻辣滋味 立刻征服你的味蕾 尽情享受川尾花椒鸡排宝 一欧师 沉浸天然萃取 美国原装进口任全球 时间不重来 行情要把握 趋势精英决策系统 掌握关键获利点 简单明确好上手 02-2506-6808 02-2506-6808 欢迎观看国海大人家 这个外资一天多一天空 好像在之前到现在为止 都变常态了 到底怎么回事 连外资都有点按耐不住了 对 我觉得外资他自己也杀不住了 他自己也害怕 他不知道选举会怎么样 他很担心 所以他就变来变去 所以我跟大家讲 我们在讲这个数据之前 我还是跟大家讲调 这个东西不是您进出厂的依据 为什么 你要依照工具的讯号告诉你 不是说他今天做多 你明天就做多 他今天放空 你明天就放空 你会发觉到说 你这样子做 每一天都被修理 每天都跟他颠倒 对 也不进 因为他每天都坏 对 所以我才跟大家讲 你不要跟着他做 尤其你看他正在做那么短 就像刚刚一华讲的嘛 来 我们回到这个手版的部分 你看今天的一个外资偏空 做多少 1990口 进多单 还有6000口的进多单 6033 自营商留下进多单是多少 28001口 好 我们再看现货的一个部分 我们来对照一下 今天的一个外资的现货部分 你看又买到54亿哦 你看买超54亿 三大法人合计买超67 那你的问题来 期货做空 现货买超 那请问 你要做多来做空 多还是空 对 不知道嘛 所以我跟大家讲 如果你要做多你就去做多 你想偏空就偏空 可是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办了 不知道做多来做空的 欢迎您真的 跟我们一起来做 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洽询 真的 我们跟大家讲 接下来的行情 真的不要想太多 你看哦 像今天 就教大家这件事情就好 高档 千万不要再追 什么意思 我们再复习一次哦 来 我们请这个 摄影师回到这个电视的画面 你看一下 今天 最重要的讯号就在这里 高档乖离讯号 在9156大户偏空思考 会开高走低 下跌41点 好 我们再回到这个 手板的一个部分 好 来 谢谢 你看哦 看到这个讯号 你就知道啊 千万高档 不能再做一个什么 追价的动作 所以我们今天就这样子做啊 对今天就是偏空思考嘛 然后呢 一样会跟大家讲 出现高档乖离 请你不要再追 要偏空思考 一样再空一次 所以你看哦 就这样子做 你就知道说 原来行情是这样子 对 所以你看今天的行情 这边9160以上 千万不要再买了 反而你是要什么 偏空做一个什么 思考 一追立刻做一个 套牢的动作 你说啊 问老师真的呢 所以接下来的行情 你就跟着工具 来做操作就对了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投资请你要找出 最佳的出售点 请你要找出最佳出售点 你看哦 过去几天行情都是 非常的一个类似 你看从过去的行情 你就会了解到说 其实之前 运用工具来操作 会很顺利 我跟大家讲 来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 你看哦 这个是11月19号 上个礼拜三 这一波的起涨点 就从这里开始 8509 红色向上镜头 请你偏多思考 这边加码多 上涨57点 上涨了69点 你看透过工具画面 跟一般K线 你就会知道说 原来真的不一样 所以今天的行情 我们再总结一下 高档请你千万不要再追 为什么 因为有高档管理 因为有大户做空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初期才会自盛 您真的不用想太多 您可以期待这个时光倒流 可是您也可以不用再苦苦等待 欢迎大家来做个下询 好 掌握对流解竅之后 真的是 不管是空还是多 都是有转头 今天我们感谢收看 明天同意先再会了 拜拜